用反諷的方式 那麼我們今天這個音樂呢 其實帶給各位聽眾 帶給大家不同的音樂 各位可以聽到剛才這種好萊塢式的 然後呢 你也可以聽到我們的名譽 我覺得音樂沒有好聽 沒有好或不好 只有好聽或不好聽 如果你覺得它好聽 它就是好的音樂 那麼今天我們宣語樂記 其實呢帶來很多好的獨奏家 各位 大家看到你台上 最沒有一半都是教授 他們都是來挺我 大家來挺段數 好不好 謝謝 當然啦 我們更挺大家 挺桃園 所以謝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 接下來我們要演奏一下小好的曲子 好不好 各位老師 因為我變更一下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我的好朋友 這個好朋友其實跟我搭半輩子 我們一起上山下海 全世界大概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我們去過太多地方 因為我們一起年輕的時候演奏 童關舞蟲奏 台灣大大小小的地方我們都去過 我們先來歡迎葉樹涵教授 你來了嗎 他還沒來 來了嗎 來了嗎 葉樹涵教授來了 葉樹涵教授聽說我這個樂團 他二話不錯 他剛剛從日本 葉老師剛剛從 你是從北海道回來嗎 哦 薩波羅 哦 薩波羅 所以他 他剛從北海道回來 那麼葉老師呢 一輩子呢 都是在小號方面 是 有聽過葉樹涵教授嗎 有啦 我好像沒聽過 是 我也不認識你 教授好 你好你好你好 不過今天呢 打電話他都不接 因為他四點才下飛機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曲子沒合過 但是呢我覺得音樂家呢 就跟一樣 我們只要有默契 我們其實 我們在音樂裡面 我們就可以做到很 很好的事情 很漂亮的音樂 那麼 我也希望大家 一輩子有的音樂 腦袋裡面都很快樂 就像剛才藝倫老師 其實呢 他在慈文國中任教很久 各位這裡面有知道慈文國中嗎 慈文國中是桃園很好的學校 他的樂隊每年都是第一名 那葉教授是在師大 然後呢 他剛好帶著他師大管樂團 去日本演出 非常的成功 那下飛機呢 我希望他也可以來演出 這一首呢 葉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 謝謝 好的 這首曲子的曲名叫做 鴿子少年 是大家在海修夕的 宮崎俊他的早期的那個動畫 叫做天空之城裡面的一段音樂 如果各位看過這個動畫 就是那個巴魯 男主角那個男孩 在大清早 他在這個鼓倉裡面 他推開了鼓倉的那個門 然後就有一隻鴿子飛走 然後呢 他拿起小號 吹起了這段號角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音樂是代表了兩個意義 一個鴿子 鴿子是代表了和平 是期望這個世界都是和平 不要再有戰爭 不要有罪惡 不要邪惡的事情 期待是一個和平的世界 那麼號聲的是一個前進的 是為了未來 有很多的理想 跟嚮往 所以呢 鴿子 與少年 在這段音樂裡面 呈現的就是 指代一個世界和平的一個觀念 好 還沒下課嗎 好 我們準備要講第二課了嗎 果然是師大的教授 我們鼓掌一下 優點是講得非常生動 缺點是我們快睡覺了 還有鴿子與少年 來 很低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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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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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